小姐 小姐 出大事了 什么事 你赶紧跟我过去看看吧 天遥 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我怎么什么都不记得啊 你 而且你让我休息 快去 云成 你姓陈 你这个兽医 简直就是禽兽不如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人 亏大小姐还对你一片珍惜 云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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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我回来在里头 你别走 云成 小姐 云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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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姐 云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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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听我解释 我昨天喝大了 什么都不记得了 但我肯定什么都没发生 你得谢我 云成 云成 你还真好意思说 都睡一张床了 你还说什么都没有发生 你当谁是傻瓜吗 那我昨天喝大了吗 沐县 你现在该做的都做了 你是想不要活了吗 不弄了 行吗 天儿 你竟然这么觉气了我 那我就死给你看 好 小姐 沐县 沐县 你要是辜负了我们家小姐 你就是 你就是大混蛋 小姐 天阳 我一直把你当朋友 你这又是何苦呢 啊 啊 沐县 你别不要我好不好 沐县 我求求你 你别离开我 好不好 我要手 我好 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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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